上下翻左右折 电脑厂华硕不让手机厂专美于前 亮相全球首款OLED折叠笔电 摊开来有17.3寸 折叠后有12.5寸 搭载Intel 12代处理器 以及最新显示晶片 强调极致效能 摊开来是17.3寸的超大平板 但我需要折叠起来呢 也能够顺顺地滑动使用 如果我有商务的需求 只要放上外接的键盘 它就是一般日常使用的笔电 Windows 11界面搭配键盘使用 支援电脑 笔电 平板书本等六种模式 多荧幕功能边看网页边写重点 符合商务需求 折起来就像个笔记本 携带上也更加方便 知道说一定是有user有这样的需求 那我们去满足它 然后看未来怎么样 我们可以把整个Polarline 是能够再去做更多的丰富 它的实际的实用性 或者说它的甚至它的耐用性 消费者会处于一个观望起来 但我觉得这个潜在的市场 应该多少是有的 对手宏击也不宏多让 推出3D裸式技术 纳入电竞笔电 支援50款以上游戏 仿佛置身虚拟世界 与宏达电VR相比 不需额外的装置 接受度更高 全球PCA下半年杂音多 主要受到通膨影响 消费性电子疲弱 面临库存问题 台湾双A迎接挑战 要靠新科技拓展客群 翻转景气逆风 这样就是这种方向